未來付出生意鄉全體鄉民的義方保健 以及醫療教會保健志願 經過96點前的訓練後 今天終於是拿到正式 為了強調這些保健志願的重要性 主辦單位也特別依照自己的方式 但不用理應 所有政府出現鄉民健康追蹤的重要志願 希望他們能夠協助鄉民 健康還有疾病的預防這些健康的照顧 所以我說您自己有好的健康習慣 幫忙去推展健康習慣 讓民眾有好的健康 這是我們這一期的預防保健 再來要把你們的保健健康就醫 可以協助他們就醫 因為我們新一鄉有資源 我們水梨、南投然後到台中 所以我們會希望我們的保健志工 越來越多然後越來越熟練 協助民眾衛生保健 進行會就醫 為民國八十六年去 中國醫護大學復生病醫 就協助醫療主管非常欠缺的經驗 來一步一步推動 正學生的醫療照給提供 簡單請做是IDS 經過十年來 為設立問政、順序的醫療 到處方市町町做 到現在成立了保健志工 建國醫療照給提供 終於是會等來就是為社區做起 由鄉民來照顧鄉民的改大進步 當初我們想應該要有在地的人士來參與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我們來訓練保健志工 本來還怕沒有人報名 結果沒有弄得很好的狀況之下 還有二十二個人報名 那二十二個人報名 當然十四個村有沒有全部分布 沒有,有些村沒有 所以我們把這二十二名志工訓練完之後 結果發現有很多人 他開始要樂意加入 所以我們希望二十二名志工 能夠擴散到 我們估計也許能夠到五十名志工 對著家紀保健志工的身份 對中美修院也感到上當有意義 並希望未來可以幫助更多鄉親 因為過去我們都不懂了醫療方面 而且不懂了自己照顧自己的身體 後來參加96個小時的培訓之後 不但自己能夠照顧自己 也可以照顧左翼六四還有我的家人 這個是我最大的收穫 中國醫療帶他服務的便衣也強調 先以鄉的民眾 就是因為便衣就 而且祖母保健的地設不夠破片 常常拖到一旁邊才去餘地 他們出鄉民 平均年齡人都不管 所以現在他要討過前 學生的醫療照給提供 從社區一起過程來 落實祖母保健的地設 他們出保健這天 他們就單身很重要的落實祖母做 主辦單位也好 有更多的鄉民鄉親 都能當擁有來報名 加起鄉民鄉保健自家的行列 繼續分享 才好報導